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我分析啊 她应该是在玩欲擒故纵 今天啊是方总母亲的忌日 一般这个时候啊 她都一个人待着 谁都不让去打扰 地球上 孩子是通过母亲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母亲对于他们而言 是连接他们与世界的桥梁 如果有一天桥梁消失了 孩子会觉得整个世界都与他们无关了 但又不得不在以后的人生里 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了 你不要老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啊 你不是还有我吗 笑了哟 笑着要一直保持下去哦 把香水涂到脉搏处 随着血液的流动 可以让香水更快回发 好香啊 一个人如果突然亲你了 那只能说明他蓄谋已久 人哪 在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由于对这样的一种情感比较陌生 心里会下意识地否定 所称自欺欺人 那你有办法证明 这种感觉就真的是喜欢 很简单 怎么样 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好吃啊 果然甜是可以治愈心情 我以前的心情也可以很好的 但自从遇到方冷之后 就总是有烦恼 你要是心情不好的话 你也告诉我 我还愿意做你朋友的 我再跟你道歉 吃了这个原谅蛋糕 就元气满满 就不生气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事情 这么厚脸皮的人 不是 你 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 不然的话我就报警了 蔡小七 我的世界很宝贵 我没有时间看你刷存在感 小七七 你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来投资为什么这么难 只要合法 又不能卖餐 还不能靠悬赏金 老板要求太高了 太高了 对了 你哥发冷怎么样了 他那个脾气 找不到女朋友的 不用担心有情敌 慢慢来咯 小七来到地球 就会变聪明 小七是来完成任务的 不是我们来欺负的 要不我陪你练练吧 我怕你一个人练太无聊 我告诉你 小七是个好女孩 轮不到你对她乱发脾气 我们之间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七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只告诉你 你要敢欺负小七的话 我闹死你 我就看你没这个本事 陈小姐 您跟方总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游客 我不想了吗 不要 Mississippi 听听听听听听 ticks